风水 恐怖的力量在新岩城上空荡海 众人再退千丈之远 不敢近身 李云霄面色宁重道 若是万一千没有后手的话 怕是要输了 苏联一大惊 骇然道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两大超凡入胜强着联手 也不能杀他吗 李云霄道 这二十年来 造化参天 林白衣同样今非昔比 若是当年的我 与现在的他一战 也多半是要败的 钱生惊善道 那这如何是好 李云霄道 咱不用慌 我看万一千面色虽沉 但是朝市极稳 显然并没有慌乱 丁山也是如此 林白衣五指一松 六伤紫风在身前飞旋 射出道道紫光爆旋开 那风与雷电冰霜雪 受到紫气一展 尽数爆开 整个气候异常凌乱 凝成树谷洪流在四周涌动 七绝起 在紫气的压制下飘忽不定 始终不能靠近 林白衣双手掐绝 紫风剑 疏然停滞旋转 箭势朝上 随着指觉扬起 画出巨大的剑影 冲天而去 吱吱吱 六伤紫风 斩入那剑轮内 不断地迸射出刺目的金光 如丝丝裂缝 往四周游走 一瞻即死 林白衣 绝印一变 紫风剑上射出六道剑芒 凌空画轮 他双手掐绝 分别剑指两人 那紫气分三道 斩向两人而去 轰隆 正龙发聩的声音不绝于耳 六道剑芒展出 漫天紫色支气翻滚而下 隐约有巨灵浮现 一双锐利的毛子 在云层内闪现 俯瞰大地 万一千和丁山都是大惊异常 急忙纵身飞退 呼 七爵起 一下燃烧起来 化作灰烬 漫天气象不见 大日经轮也随之崩碎 无数金色的剑光 从其内撤出 消散在长空之上 六伤紫风 飞回到林白衣的手中 他持剑而立 傲然天地间 紫芒在身前不断游动 云层内的双眸 越发清晰起来 一股浩瀚伪力 在天地间回荡 林白衣的衣媚 烈烈作响 凌烈的剑威 在手中不断悬开 整个云层随之涌动 李云霄内心涌起了 莫名的悸动 竟然有些瞠目结舌起来 惊到 那紫器 那紫器 苏联一早已失去了思考能力 机械般地问道 那紫器怎么了 有问题吗 李云霄脸上青筋不断地抱起 月童一下突了起来 在童谋深处有磨气涌动 不断地闪烁着彩色光芒 童力终于穿透那紫色云层 林白衣身后的距离之像 慢慢地显露出来 一张瘦长可怖的紫色脸孔 直接映入她的眼眸 李云霄浑身一颤 全身毛孔忍不住地张开 那张可怖的脸孔 虽然双眸紧闭 却好像在盯着她看一般 透着古怪的音效 无尽的恐惧之意 在内心蔓延 她的脸色瞬间就煞白 忍不住地后退了数步 云霄 苏联一大惊 她从未见过李云霄 这般失态的模样 铠甲 那巨灵竟然是铠甲所化 李云霄一眼便认了出来 林白衣此刻的面容 变得肃然起来 扬起手中之剑 戴起四周一片轰鸣声 柳伤子风 一剑藏空 身后的巨灵 也似乎同时抬起了大手 与那剑翼合二为一 哼 紫光斩破天地 化作无边巨刃落下 一条巨大的天嵌 在新原城上空裂开 并且以恐怖的速度蔓延着 这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那条裂缝有如天河 横在长空 缓缓落下 要将整个新原城 劈成两半 那巨灵铠甲的额头 也在上空浮现了出来 冷宁大地 罗摩掩纳 远处端木有欲 一下惊叫了起来 盯着那巨灵 眼中一片金色 万一千 也是站立不已 惊骇道 这是什么鬼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那是罗摩掩纳 便是杀神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万一千浑身一颤 师生道 这东西 怎么可能会出现 就算杀亿万生灵 也不可能汇聚出 杀神真身呢 那声音说道 这便是灵家 世代相传的 罗摩掩纳之凯一 可以引动杀神降临 大杀十方 万一千惊道 那怎么办 这道斩鸡之力 浩瀚无垠 仅仅是气势 都难以匹敌 那声音说道 看样子 他是想将心严惩劈开 给你们一个 永生难忘的教训 现在就是生死一刻了 我想办法 让那罗摩掩纳退去 这一斩之力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万一千一震之下 想要再说什么 但已经感受到了 那人离开 大地上不知何时 突然出现许多彩蝶 闪动着双翅 朝天空飞去 如花瓣飞舞 林白衣 目光一宁 闪烁着冷色 激笑道 我那可怜又可悲的弟弟 你终于出现了吗 数百上千的蝴蝶 不断地震翅飞起 在紫气内萦绕飞翔 往那巨灵的身上而去 李云霄内心惊骇不已 望着那些蝴蝶 有些不明情况 这一下所有的人 都是瞠目结舌 情景越来越诡异了 而且林白衣的弟弟 他还有弟弟吗 每个人心间 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你以为 我这一件悬着不落 是为了什么 林白衣冷笑道 除了将心严城 彻底劈开外 展露出罗摩掩纳之凯一 就是为了让你出来受死 想杀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那些蝴蝶当中传出声音来 只不过阴劫十分散乱 在不同的蝴蝶身上吐出 令人无法察觉此人真身所在 若是你一直躲在圣域的话 也许还能好好地活一辈子 可惜呀 非要自己出来作死 今日知局的背后主谋 不用想也知道是你了 林白衣眼中一寒 六伤子风舒然斩下 罗摩掩纳的手掌并拢如刀 也随之一道落下 那条横在长空上的天芡 猛然加速落下 同时横向延伸至无穷 整个世界都在这一箭之下 被彻底劈开 大量的蝴蝶 瞬间被湮灭 但在采光之内 隐约出现一道身影 同样是白衣长衫 手中拿着一柄雨扇 凌空结印 拔荒火龙 哼 雨扇观金在风中翻飞 一道绝印从扇中飞起 顿时化作八道火龙 在空中飞旋 直接绕向林白衣身后的巨灵 是他 白衣男子身影展露之后 立即引得所有人大惊失色 李云霄也是愕然不已 难难地念叨 林白衣 林白月 他竟是林家之人 叶银武帝的弟弟 男子正是圣域情报司司长林白月 哦 实力有点长进嘛 终于跨入超凡入胜了吗 林白衣嘴角微微上扬 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以为只要有林家之血 便能破去罗摩掩纳吗 林白月冷冷地说道 难道不是吗 他双手掐绝呵斥了一声 那八道火龙彼此呼应 凝成一道偌大的红色火阵 同时八龙在阵光上飞旋 往罗摩掩纳身上撞击而去 此刻大地上万一千也是拼了 双手何时念诀 狂暴的力量不断从体内涌出 大喝道 丁山 将这一箭挡下 丁山也是面色沉宁不定 这披天之力若是斩在新岩城上 怕是整个商盟总部都灰飞烟灭 剩下一堆废墟也不是他所要的 私定之下 抬起手来 九道极光在拳头中心不断射出 力量呈几何极数的增加 竟不在万一千之下 万一千似乎觉得还不够 大叫道 飞扬 刚才那件玄器 可否借用一次 李云霄也是惊骇不已 若是心严惩被毁 天知道要死多少人 虽然他也是杀人不手软 但一次死太多的话 有伤天和 好 顿时应了一声 兜率天风在掌心不断变化出来 体积成倍的增加 往那道斩鸡下的沟壑飞去 有兜率天风震入其内 加上万一千和丁山合力 当能拦下那一件 哄弄 兜率天风 一下飞入裂缝 立即引得天地震颤 仿佛世界崩塌 万一千身上飞起树道红光 在天空上凝成印 一晃之下 闪现无数残影 凌空击取 丁山同样是一拳轰出 从四级之内涌现 无穷光辉 照耀的天空 一片绚丽刺目 与此同时 林白月的八龙之力 在紫云内爆开 尽数往罗摩掩纳身上冲去 树骨恐怖至极的力量 同时爆开 整个天空直接炸碎 环宇陷入一片灰暗朦胧 吼 李云霄当先受到反噬 直接喷出一口血来 飞退数百丈远 他眼中一片惊骇 那兜率天风 并未练化多少 仅仅是有心神相连 便能穿透这层联系 直接将力量反震回他的体内 可见眼前这片昏暗朦朦之中 有多恐怖 连光线都被吞噬进去了 越来越暗 一名舞者惊呼起来 大声说道 不会将整个天舞界都打碎了吧 那股昏暗朦朦之力 还在不断发酵 里面传来恐怖的轰鸣 如同万马奔腾 片刻后停止了吞噬 开始散发出余波之力 轰 轰 一圈圈的力量 从旗内散发出来 轰向四面八方 每个人都脸色骤变 全是惊恐的再退 云霄 苏联一担心李云霄的伤势 一下搀扶着他 暴退了千丈支援 才停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